两天之后10月7号就是以巴开战一周年的日子 现在你觉得战事会升级吗 另外伊朗公布了袭击以色列的准备工作 士兵在飞弹上手写标记 还要请你来一块分析的 就是夜门的胡塞武装有公布 在红海袭击英国的邮轮曝光爆炸的画面 当然美国英国现在已经联手展开的报复反击 针对夜门胡塞武装控制的 这个萨纳及河台达地区15处重要的设施 实施了一系列的精准空袭行动 何台达因为他前两天从这边发射一枚导弹 打中了英国的一艘游轮 所以英美联军已经开始对何台达这边来实施报复 那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这个夜门胡塞组织 这个在上个礼拜也发射一枚导弹 直接打到特拉维夫 虽然都没打到伯萨德 可是他也打到特拉维夫 没有都打空旺的地方 对 内美导弹叫卡德尔 那胡塞组织凭什么有这个本事 打卡德尔那种导弹 射程超过这个1000多公里的导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夜门胡塞组织来讲的话 他一定得到后面有大哥的资源 你看从鸿海开始 事件到现在为止 他越打越准 越打越重 就原来只是一些无人机 跟蚊子一样在那边捎到一些伤船 就算是打中好不容易 打中一条伤船了 然后那条伤船大概也没有什么大碍 大概就是也 就是说每次的这种报道就是说 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船身这个连个洞都没有打到 只是有部分的受损而已 那游轮还继续开 因为游轮都十几吨重那么大 但是最近来讲 你看到这个鸿海那边 几乎每一艘游轮被打到都是爆炸 甚至于他还扬言 他打了三艘美国的军舰 那大概是前天的新闻吧 说他打了三艘美国的军舰 所以英美联军这时候对核塔丹来动手 除了说英美联军对核塔丹来动手之外 其实最重要我看到是以色列也动手 那飞行了1800公里去打核台达 那你知道伊朗距离以色列有多远 1600公里 就是我可以打核台达 代表说我也有能力攻击你伊朗 但是问题你攻击伊朗 你中间必须要经过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 你要经过这两个国家 目前这两个国家 平常讲都已经是很多的民兵组织了 都是对以色列充满了敌意 那如果说是再加上苏联进去 我特别想说这个中东大战是一定开打的 你知道尤其是你注意到 我记得那天我特别去翻译一下 8月5号的新闻 那个邵伊古 现在他的身份是俄罗斯的这种安全会议主席 他原来是国防部长 他到伊朗去访问 然后我们台湾的报材 等等带了伴手礼 什么伴手礼呢 防空系统 那为什么要带防空系统 是不是就因为已经准备这时候开打 所以我已经把防空系统部署在你的伊朗那边 帮你部署 不管是雷达或者是防空导弹 已经部署在这边 由于是昨天来讲还一则新闻 以色列真是打疯了 他连俄罗斯都打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 那俄罗斯运了一批防空飞弹去 以色列先把他干掉 所以说这场大战已经打乱了 整个中东地区 你看以色列可以说是七线都已经确确实实开打 没有一线不开打 没有一线不争相实弹 没有一线不是用尽全力在打 包括伊朗隔了一千多公里他都在打 然后现在连俄罗斯也已经卷进来了 俄罗斯他的运到这个地方去的导弹都已经被炸了 这导弹被炸 那我相信说这场中东大战来讲的话 应该是势不可免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在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你看他发射他拦截的导弹 只有拦截十几枚 他现在已经都打光了 所以打了一百多枚的这种导弹去打以色列 结果你只发射十几枚的导弹去拦截 你不会觉得不成比例吗 尤其你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拦截的是什么 是驱逐舰上面的导弹拦截 他航母有没有战机起飞 没有看到航母战机起飞 在这时候有林肯浩在这边 那杜鲁门号当然还没有赶到 但是为什么林肯浩的战机没办法起飞 我合理的怀疑 林肯浩的战机可能没有油了 因为他的大脚号运无传 在前两天说是触礁 那到底是触礁 还是被伊朗的无人艇攻击到 这都很难讲 我觉得这东西美国来讲 他为了面子问题 他如果说真的被伊朗的无人艇攻击到 或者说被伊朗的水雷炸掉的话 他的大脚号被毁掉 那对这个林肯浩上面的 这个战机来讲的话 就没有油料可以加 你知道美国现在有多惨 美国你不要讲说他一天打完这个量 你知道他这个加油舰 加油海上对这个军舰加油 你不是随便叫一艘 游轮过来就可以加了 你必须要有棒 要有那个油管 然后航速控制什么都要控制好 美国有几艘这种加油舰呢 有八艘 那这八艘来讲的话 只有一艘成军 那这艘成军是2021年成军 到现在2024年 还没有办法正式服役 所以美国根本连加油船都没有 连加油船都没有 你这些海上没有奶妈 你这些军舰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时候会很惨 那俄罗斯来讲的话 可能这场会不会卷进来 当然不要忘了 还有亚洲这边 会不会有所动作 我们也有在观察 好 其实刚刚来宾也有提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武 速度发展非常的快速 就是下饺子的速度 那中国大陆建政75周年 接下来透过这个画面 我们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包含了这个福建舰 还有运20的官兵 都有录制影片 当然从这个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的底气 到底到底在哪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全国大陆的权力欢迎 祝贵大祖国 万荣常盛 国泰平安 祖国请放心 月20部队祝祖国母亲 国泰平安 国富名乡 战备有我在 祖国请放心 月20一定行 75年礼力前行 75年尊华秋迟 轟炸基部队祝福祖国 江山如荒 岁月如荒 万事西荒 国泰江河 好 问一下这个蔡委员 当然这个您刚刚看到了 包含福建舰 月20全部都是大杀器 想必对美国会造成一点的压力 其实中国大陆逢5跟逢0 都会比较扩大庆祝 正常的 因为咱们中国人习惯 就是5跟10 那你看我又讲中国人就得罪赖清德 你们看着我 没关系 对于这个 中国已经走到今天 如果人民币在升值的话 国门所得很快 就会进入1万5 1万6 最后突破2万 那目前他有这个强大的政府的购买力 今天做导弹 明天做飞机 后天做潜水艇 做这个做那个 不要忘记 他的国防预算 只占他GDP的1.7 他听懂这个数字没有 我们现在是2.6 然后有人叫我们到10 2.5 还没到6 快了 那我们比例比他高 可是我们每次都是 你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 这个我看立将军看都在摇头 对不对 我们没有买到什么主战设备 他这些都叫主战设备 轰炸机 战斗机 这个航空母舰 这个其他的 所以飞弹等等 东风几号 这什么意思 他的军力 这么强大 只有他花不到国防 花不到GDP的2% 那如果他的也是跟我们一样2.5% 老天爷 他的军队规模会到什么程度 我就讲就数字简单比给他听 那他是用这种方式 在庆祝他的国家成立 七属之后 你刚才讲对 建政没有错 建立政权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不是毛泽东建立的 中国 我讲给大家听 康熙皇帝说他是中国皇帝 知道白紫黑市 然后朱元璋也说他是中国皇帝 库毙的也说他中国皇帝 那他请问你 不管你叫什么国号 就是中国嘛 所以你不是开国 你不是建国 你是建立一个政权 一个新的中央政府 一个新的朝代 你是建立一个朝代 所以他能够在这75年 有这样的成绩 平常心里讲真的不容易 如果没有那个动乱 那文革那十年 那实力可能更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